在这个程式当中 我们跟前面的做法一样 在模拟的过程当中 绘图的内容也涵盖进来 同时我们在这个计算当中 把位能也放进来了 所以在模拟的过程当中 会有这两个图的视窗 这边是位置跟速度 这边是动能跟位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这个程式里面 还把这个空气阻力 或者是运动当中所遇到的摩擦力放进来 用一个这个系数 C等于0.1 这个阻力是与速度的大小乘反比 并且在速度的反方向上 所以我们在加速度 A代表加速度 加速度除了力量-kx之外 多了一个C乘V这一项 当然这个M已经除下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C假设它是0.1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这个阻力对整个运动的影响 还有我们在绘图上的呈现的结果 我们会看见最后我们的这个x是我们的这个正幅 对不对 是我们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慢慢慢慢的减小 对不对 正幅减小 速度的震荡也越来越小 表示这个摩擦造成了能量的损失 不管是动能或未能的它都越来越小 OK 好这个就展现出我们在物理上的基本的结果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模拟的过程 可以看到一刚开始的政府比较大 慢慢的政府就减小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红线 它的这个摆档的高度呢 这个上下之间的距离缩小了 对不对 速度的最大值也从20以上降到20以下了 同样的这个能量就看得更清楚 因为能量是速度的平方 还有位置的平方 所以这个呢就会放大了这个衰减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出来的 好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做物理模拟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的我们需要把这个运动的过程 能够用精确的数值差分的方法 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数值差分的部分 V的更新由加速度成DT 位置的更新由速度成DT 所以这样就把整个运动的模拟把它完成了 然后最后给了这个board position就够了 那么同时呢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整个运动的内涵 我们也借由这个画图来了解这个运动的内容 跟它的变化 这是关于剪辑运动 我们可以学到的 都不可以学到 我们可以学到 我们可以学到 我们可以学到